欢迎收看重返游戏,我是专注巨型的重返哥 今天我们来赶安开门狗 2012年美国芝加哥变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安装CTOS的城市 那么什么是CTOS呢? 原来所谓CTOS搞了半天是布鲁木公司研发了一套中央操作系统 它可以连接所有人的电子设备,包括你的银行卡账户 并将它们放进一个系统里进行管理 举个例子,假如说你是一个养鸡厂的老板 你需要一个人管理整个机群 但有一天你研发了个机器出来 这个机器可以帮你管理整个机群 而你所需要做的事只不过是管理这台机器就可以了 这样说是不是非常的方便? 在2012年10月份的一天 一个名叫艾登的黑客和他的导师兼同伙达米恩 来到了芝加哥的一个高端酒店 他们来这里的目的也非常简单 只不过是想搞一桩电子银行大结案 搞一点钱补贴一下家用 行动本来一些都是好好的 但他们却不小心触发了另一个黑客设置的禁音警报 不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艾登一看让同伙赶紧断开链接就完事了 但同伙一看觉得对方很贱 于是就一顿桥键盘尝试找出对方信息 方便日后找他报仇 但没想到对方技高一筹 同伙的尝试很快失败 接着他们就火速逃离了现场 事后二人信息被黑客暴露 接着一个杀手也被安排前来取二人向上手机 艾登害怕身份暴露后 他的家人会受到牵连 于是火速驾车打算将家人们送到安全的地方避避风头 但没想到他们逃着逃着 一个杀手却突然杀了出来 一枪射中了艾登的小汽车 最后这不仅造成艾登车辆的失控发生了车祸 而且还导致了艾登的侄女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时间一晃一年过去 艾登如今踏上复仇的道路 四处寻找当年射他的凶手 打算替惨死的侄女报仇血恨 经过不幸的努力 他很快锁定了杀手的位置 并在一个棒球馆内将其控制了起来 接着艾登便开始对杀手进行拷打 评问刺杀行动的幕后黑手究竟是谁 打算找出幕后黑手把他们给一锅端了 但没想到这个杀手嘴非常的硬 死活不着 于是艾登无奈地把杀手交给了雇佣兵乔迪 让其帮忙拷打杀手 后来艾登的同伙再次联系上艾登 并邀请艾登过来跟他一起干 艾登觉得当初跟他组队就是一个错误 于是果断拒绝了同伙 打算自己单干 后来被拒绝的同伙为了逼艾登就范 于是就绑架了艾登的妹妹妮可 导致艾登不得不替同伙做事 帮她找一份神秘的勒索数据 后来艾登和一个女黑客莉莉合作了起来 这个莉莉是中央操作系统母公司布鲁姆的 敌对组织DeadSec的一个黑客 不同于她的同伙 莉莉很乐于帮助艾登 并且在她的帮助下 很快找到了拥有勒索数据的人 原来这个人是一个名叫韦德的黑客 不仅是一个帮派老大 而且是一个伊拉克老兵 不过就算她再厉害也抵挡不住拥有主角光怀的艾登 很快他们的秘密数据的23%就被艾登给偷了出来 后来艾登他们在偷来的数据样本中 发现了一个无法解密的加密数据 如果不知道如何解密的话 就算下载了所有数据 也无法看到数据里面的小电影 于是莉莉就告诉艾登 说他们得找到传奇黑客雷蒙德 寻找解密的方法 这样达到韦德的数据后才可以知道怎么解密 这个传奇黑客非常厉害 不仅是中央操作系统的开发者 而且是美国2003年东北大战店的幕后黑手 也更是中央操作系统现在重点监控的对象 接着艾登火速找到传奇黑客 并甘愿为传奇黑客做了几个任务 破坏一下这双操作系统 让他不那么被系统监控 之后传奇黑客就答应帮忙解密他们的加密数据 办事巨备直线都疯 艾登火速突袭了韦德的基地 并下载了他服务器所有的数据 最后还一个箭步上去干死了韦德 但没想到的是 这时又有一个黑客渗透进了他们的系统 偷走了他们刚刚得到的数据 这个黑客名叫马克维克兹 是一个喜欢戴面具的人 所以我们救救他面具男 面具男和特意留言 透露了莉莉曾经帮助过他们 定位了艾登和同伙的位置 所以说艾登侄女的死 莉莉多少也是有些责任的 艾登一听怒不可遏 立即让莉莉火速滚蛋 由于现在数据被人偷走 艾登无法给同伙提供勒索数据 同伙也无法和中央操作系统的母公司布鲁姆 进行肮脏的交易 所以布鲁姆公司就把魔头指向了艾登 处处给艾登使坏 而与此同时 艾登则和传奇黑客很快找到了面具男 并从其手上夺回了丢失的勒索数据 最后艾登找到妹妹尼克被关押的地方 火速冲了进去救下了妹妹 并将她和他儿子送到了城外安全的地方避难 另外传奇黑客还找到了当年下命令 追杀艾登和他家人的幕后黑手 搞了半天这个人是酒店老板 爱尔兰黑帮的老大德莫特幸运奎因 艾登得知真相后怒不可遏 一个剑步冲到电脑面前 一顿烂敲键盘 黑掉了黑帮老大的心脏维持装置 将黑帮老大置于了死地 不过临终前的黑帮老大 也终于替大家解开了游戏的谜团 说他当初下令追杀艾登和他的家人 其实理由也很简单 因为他当初以为艾登他们不是来劫财的 而是来劫取他们的秘密小电影的 在这个秘密小电影中 记录了个市长秘书 得知了市长和黑帮老大的肮脏交易后 想要揭发二人 结果市长意外地杀死了他的秘书 没过多久 得知这些后 艾登一个箭波就冲了出去想要救下莉莉 但等他抵他的时候 就看见了被杀手干掉的莉莉 最后艾登在《传奇黑客》的帮助下 解密了勒索视频 并将其公布在了网上 很快市长不堪舆论的压力 最后选择了自杀 而这时同伙则黑进了中央操作系统 使用系统到处为所欲为 变成了一个最终boss 最后在《传奇黑客》的帮助下 艾登使用病毒感染了中央操作系统 最后将其关闭 再次导致了一次大断电 接着艾登火速找到归缩起来的同伙 这时雇佣兵乔迪也随即赶到 说他接到新任务 今天要干掉艾登和他的同伙 于是三方立即展开混战 场面一度十分混乱 最后艾登打伤雇佣兵乔迪 并且最终干掉了邪恶的同伴 事后乔迪还告诉艾登 当初杀他侄女的那个凶手的所在 艾登一个见不过去 又干掉了这个杀手 另外在《正战故事》结束之后 官方没过多久就发布了一个资料片 《坏血》 用来拓展传奇黑客《雷莫兹》的故事剧情 在正战故事发生了一年之后 传奇黑客打算删除 中央操作系统上所有关于他的残余数据 然后离开芝加哥 开始崭新的美好生活 然而遗憾的是 事情并没有他想的那么顺利 他的前同事打了电话告诉他 说他现在被布鲁姆公司的雇佣兵 给绑架了起来 并塞进了他的车后面 传奇黑客一听觉得 这摆明了是不给他面子 于是火速抵达目的地 一顿剑步就救下了前同事 事后传奇黑客觉得这样跑也不是办法 于是就打算彻底干掉布鲁姆公司的雇佣兵 永远地解决这些令人讨厌的家伙 后来传奇黑客发现 面具男也在雇佣兵之中 并且四处搜寻他的踪迹 想要置他于死地 接着传奇黑客就潜入面具男的居典 并在这里面发现了大量的假人模特 以及电视上播放了2003年的新闻报道 暗示着传奇黑客在2003年造成的大断电 害死了这些无辜的人 传奇黑客怒不可遏 狂笑着他当初并不是为了杀人才制造了大断电 而是为了与布鲁姆公司做斗争 所以这些只是意外 不完全是他的错 接着一个戴着面具的假人模特从屋顶垂了下来 搞了半天面具男的弟弟当年也死在了大断电之下 所以面具男并不是为了前二就杀传奇黑客 而是为了替自己的弟弟报仇 才这么执迷不悟地到处寻找传奇黑客的下落 后来一大群顾文兵赶到 想要置传奇黑客于死地 但很快他们却死在了传奇黑客和他的前同事手上 事后传奇黑客和前同事立即定位了面具男的位置 并火速赶到了那里 接着二人一进去 传奇黑客就中了陷阱 不仅遇见了面具男 而且还遇见了很多因为传奇黑客造成断电而失去亲人的 渴望报仇的受害者家属 但他们并没有采取野蛮的方法立即杀死传奇黑客 而是举行了文明的投票 之后大家投票一致通过猝死传奇黑客 但走运的是 传奇黑客的前同事利用手机黑进了通风系统 并将毒气送进了面具男的房间 反而把面具男给堵死了 事后传奇黑客也不打算隐退了 戴上前同事又回到了芝加哥 打算叫上爱登一起 与中央操作系统赫奇姆公司布鲁姆死战到底 开门狗是由玉碧蒙特利亚开发 玉碧软件发行了一款开放世界动作冒险游戏 本作于2014年5月27日发行在PC PS3 PS4 Xbox 360和Xbox One平台 2019年5月10日还推出了官方的简体中文版本 本作的游戏场景设定在一个虚构的芝加哥 玩家将扮演一名名叫艾登皮尔斯的电脑黑客 在他的侄女死于一场被意外的车祸后 他就开始一路寻找真相 并对幕后黑手进行复仇的故事 作为一款开放世界动作冒险游戏 本作除了非常类似GTA之外 也有着很多自己特色的设定和玩法 本作在2012年6月首次亮相之后 还未发布就受到了业界的高度关注和期待 发现之后受到了普遍的好评 许多玩家认为本作可以黑镜设备完成任务 这点非常有趣 而且可执行的任务种类也非常的多元化 但也有玩家认为本作美中不足的地方是 游戏的操控方面有些欠佳 但不管怎么说 开门狗在商业上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它不仅创下了预逼有史以来 发行日当天销量最高的记录 而且总销量在一周之内就超过400万份 属实是预逼旗下一款非常成功的游戏作品了 好的 那么本期节目便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别忘了三连一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